可能會有問題 而且盡量把可能會出錯的地方都mark起來 所以剛剛年齡判斷 所以你只要按圖鎖記吧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只要edge form 那你如果怕做錯的話 其實你只要 在這邊 Templates我們講過就沒有講 把這個按右鍵 Open with 使用這個 Text Editor 然後呢把這個怎麼樣呢 直接 其實我或者你乾脆 如果你現在做錯 Ctrl C Ctrl V 就可以 那以後如果你要改的話 乾脆拿這個來當範本 可以啦 那裡面有哪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改的 其實你會發現我把大部分東西都拿掉了 就是 Fong Action 然後我這邊好像是edge 2吧 不過你要改一下 應該改成edge 因為如果你傳錯了 應該傳給edge 結果傳給edge 2 他當然一定是不會work OK 然後mancer用get 然後其他的話 特別重要年齡後面他一定是個input type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文字欄位就是test Name的話呢一定要給 但id可以不給 OK 另外的話呢 換行就是用br 或者用p啦 p的話是換段 br是換行 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呢 一個是summit Value的話送出 如果你要改他上面 如果你不叫送出 你就要確定 可不可以啊 你把它改兩個字就可以 但是你要改這邊 然後其他的話就結束這個fong 反正關鍵就是這個fong 那我把大部分不需要的標籤都拿掉 OK 所以特別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用 那個 遵復會幫你產生 不過他會產生一些 可能不需要的標籤 那我的習慣是 看到那些不需要的標籤 感覺就覺得心煩 你就覺得 所以我對那個程式有一點潔癖是這樣 就是盡量 能夠讓他把它越變越少 越變越精簡越好 因為你以後就看你需要的部分就好 不然很多同學看了一些書裡面是給好多程式碼 但是哪一些好像大部分都不需要 所以我的習慣是即便我用它的 我也把它全部精簡到我覺得是OK 因為我不需要讓你看到一些你不需要看到的東西 不然很多同學會覺得說好恐怖喔 光心理上面的這樣 這邊我想應該都看得懂吧 重點就是Action Mensor Action就是要丟到哪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是對應到UIL UIL連動到Views 所以這個概念應該都慢慢建立以後 應該就會比較熟悉了 有沒有 UIL他會去找找看有沒有這個Edge 有就Walk 沒有的話他就產生錯誤啦 UIL對應到一個Views 他就會幫你把結果做出來之後 顯示出結果來 OK 沒有問題啦 其他我想大概就這樣子 應該 最後把它Save一下 確認一下 你那個Edge Phone的那個名稱 應該大部分都對 不過剛剛有同學 他Edge Phone這邊多一個空白 所以他打那個轉換的時候 發現奇怪怎麼轉不過去發現錯誤 因為兩邊檔名不OK 所以如果不OK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Views裡面 將來如果遇到這種錯誤 像我的習慣就是怎麼樣 乾脆這個名稱有沒有 按右鍵 直接用Rename 把這個Name把它複製貼上 貼上 有沒有這邊把它複製 這邊貼上 就絕對不會錯 因為剛剛同學好像本來是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啦 我真的看半天我也看不出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邊多一個 好像不是這邊多一個 是這邊名稱多一個空白 所以像這種細節部分的話 可能他會注意一下 應該就可以Rename成功 所以利用同樣的概念 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之前有一個ADD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是 我們的加總相加 A加B 請各位利用一樣的方法 改一下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原來是AD 上個禮拜是講的是一個ADD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ADD就相加 不過講在ADD之前 請各位因為這邊有個什麼 壯年、未成年、青年 請各位自己回去試試看 因為我同學我覺得蠻認真的 請你找總共有幾張圖有沒有 未成年 你就顯示一張未成年的圖 不同的 試試看好了 就是不同的年齡 你給不同的圖 那這個部分其實難度會又高一些些 為什麼要把之前 我們不是要加圖那個部分 還要再加邏輯判斷 不同的 秀不同的圖 這個也許給各位的回家作業好了 反正回去想想看 因為好像沒有圖 感覺這個東西就感覺怪怪的 或者甚至你要不同的影片也可以 你如果把Youtube放進來 可以啊 不同的 這樣的話你可以做很多變化 有沒有 比如說輸入什麼 我想看什麼 他就點一下 自動把那個影片調出來 把圖調出來 這樣感覺會比較有一些變化性 而且這種專案會感覺很活潑 OK 而且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甚至你可以 將來配合資料庫 甚至可以把資料庫裡面的東西再撈出來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變化 但這個只是 剛好同學 我覺得有些同學真的很認真 你看每天都 我看他已經 已經 已經 花非常多時間 把每個功能都試過了 OK 不錯 這種精神 如果來學習 一定沒有問題的 OK 好 那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去延伸 剛剛想到 另外的話 我們再來就延伸一個ADD 上個禮拜是ADD有沒有 不過現在好像執行應該會是錯誤的 因為後面沒有傳東西嘛 所以我剛剛提過問號 傳給他什麼呢 A等於5 B等於6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傳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Enter之後的話 11 不過好像這個訊息太薄弱一點 而且你現在可以知道 A加A就是5 加6等於11也可以 那只是說 目前你只能在這邊輸入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多增加一個什麼呢 底線 Fone OK 請各位用類似的方法 不過PageNotFone 目前我還沒做啦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希望怎麼呢 增加一個表單 所以這個表單 會需要有兩個文字欄位 送出呢 也可以接收 接收也是接收兩個參數 並且可以把計算結果 一樣可以丟出來 那請各位 也許把剛剛的這一題 再做一個延伸性的練習好了 所以流程都一樣嘛 那盡量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啊 你就是多找類似的案例 反正多做幾遍嘛 以後這個表單就滾瓜爛熟了啦 好 就真的用來用去 大概就是這些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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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